嗯 哇 果太大的 哇靠 朋友们大家好 是不是觉得这里的景色特别漂亮 今天来我朋友家 他说这边很多鲑鱼 我朋友比我还急 马上开吊了 这个天气说实话很热 还是把这个绿帽子戴上啊 看一下我身后 这是我好朋友啊 他说他搞了一个 我们看一下在哪 哪啊 啊 上鱼客了 呦 这个还可以哦 我发现这旁边很多翘嘴 一直在大水啊 试一下 开口开口 开张了啊 撬嘴 哈哈 这么小的撬嘴 我靠 这是小鱼苗啊 这些有啥用 哇 隔道条 可以啊 他面前隔道条 哈哈 会啊 小的说实话太小了 还是放了啊 太小了 接下来我们去 有流水的地方里 也就是河口到西口的交汇处那里啊 看这环境是不是很爽 你干嘛 你干嘛 点哪回子啊 嗯 哇 快大的 哇靠 卡拉巴 嗯 突然断了一口 应该挂到尾巴上面了 笑点 可以 这翘嘴怎么这么瘦的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没东西吃 我们所以这条 翘嘴要留下 要当晚餐吃了 没办法 等一会儿如果钓大了 我把这些小的放了 整个当作备用了 哇 可这里可以啊 哇这里可以啊 看这个 这里可以 三位都是高手啊 反正我是没种种鱼啊 他们是种了很多鱼的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开始钓的地方 这边 这下面还是有鲑鱼的 面前这里平均水深 估计只有一米多一点 嗯 吃了 吃了翘嘴 就是这种小的翘嘴啊 看一下 翘嘴还可以啊 没办法 今天晚上要吃一顿鱼 我必须得留下来 又来了 又是一条 哈哈 翘嘴不是很大的 小小的 看这翘嘴 这条说实话太小了 其实小翘嘴油炸透了也是蛮好吃的 小的我们就放了吧 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不应该把钓起来的翘嘴放下去的 等于要钓完的时候 我再放翘嘴 我恐怕走 等一会儿高密 这等会儿翘嘴又钓不到了 等一会儿那个翘嘴把鱼群全部带走了 今天我的目标鱼就是鲑鱼啊 但是很遗憾没钓到 翘嘴当时钓到几条 明天继续 我非得要在这个地方钓几条班柜起来 我认为的 如果你不想跟着怜